立委選贊只要來看到是台北市的中正萬華選出了 這是無黨籍立委參選人雲美人合體了高金素媒就在市場掃接備票 被解讀這是要搶挖鍾小平的深藍選票 而另外民進黨的吳佩毅也展開座談會 希望能成為民進黨插旗中正萬華的第一位立委 老闆好 你好你好 立委人跟我們的高金素媒委員 在萬華雙和市場緊握市場攤販的每一雙手 無黨籍立委參選人雲美人沿途掃接敗票 只是跟在他身旁助選的仔細一看 竟然是加入立委員國民黨團運作的無黨籍立委高金素媒 是不是有一挖對手鍾小平的深藍選票 對於獨立參選人來講 我們沒有這個顏色的分別 大家都是自由的 比較不會被這樣子的一個捆綁 我覺得如果有四個同樣理念的人 我們在立法院可以成立各黨團 想擴大無黨籍立委在立法院的席次團結作戰 其中南萬華被視為深藍鐵票區 余美人這次找來高金素媒 拔妝意味濃厚 全力反擊鍾小平想操作的氣飽效應 對鍾小平火力全開 選區裡面 他經常講的就是 他是三分球的記錄保持人對 那當然他也是國民黨三進三出的記錄保持人 另一頭民進黨立委參選人 吳佩義講開願景座談會 和嘉義縣長翁張良一同站臺 力拚搶下中正萬華的關鍵席次 台北市中正萬華選區 從議會老將中小平 年輕世代無配義 到具有全國知名度的余美人 各有優勢 撒卡都戰況焦灼 記者陳明花 李若彤 台北採訪報導